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我要咨询我出品的X2VBA视频教程 这几课我们讲解第二十二课退出语句 这几课讲解的两个退出语句是 第一个Exit 第二个End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Exit 是指退出当前语句 退出当前语句 那么在下面我们列举了 比较常见的退出语句 可以是X2就是退出度循环 X4退出4循环 然后ExitFox退出函数过程 ExitStop退出当前语句过程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用过了 虽然没有深入的去说 但是我们知道是退出过程 退出语句过程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运用上面我们讲的这些退出语句 这里看来我们讲的这个退出的ExitFox退出Fox循环 那么这个的目的是干什么这个语句 它的目的是要将这个表格里面的第一个填期的位置 也就是它所在的行可以找出来 那么我们看到填期在这张表格里面出现的次数不止一次 但是我们只找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怎么来做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一个破循环 循环从2到7 然后 这个做一个条件判断 这个单元格就是二行一列 二行一列实际上就是A2单元格 A2单元格等于填期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就退出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A2单元格是张三 它并不等于填期 所以条件不成立 它不会执行这一句 而直接结束了当前的这个判断 结束判断以后 第二次循环又来了 I点3 也就是A3 A3单元格等于填期 不等于那么结束 然后第三次又来循环 然后就是A4了 A4单元格 A4单元格你看这里都已经显示了 I点4 然后指到这个单元格 这个单元格它的结果是填期 我们看看 A4单元格真的就是填期 好 这里这个条件肯定是要成立的 成立那么就执行X4 真的执行到这里来了 然后就退出了当前的循环 为什么要退出来 我们可以继续循环下去 但是我们要求知道 第一个后面再循环 也没有多到意思了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就退出了当前的这个4 这个循环 那么退出了这个4循环 语句以后接着执行 破循环后面的语句 那么在这个后面的语句 就这一条Message box 第一个填期的位置在I行 现在I的值是4 那么就证明在第4行 按F8 是不是 第一个填期的位置在4行 我们又找到了第一个填期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写 end end sub 不是end sub is sub 那么退出当前的此过程 你可以运行看一下 好 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它就退出了 那么它有点等同于这个 end sub 那么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写个endsub呢 然后再运行 你看 当你写endsub的时候 就发现有问题 对不对 不行 不行 那么你 因为这里跟这里是有冲突的 对不对 它认为 这是sub的开始一句 这是结束一句 然后后面 这里又来个endsub 是不是冲突了 不知道在哪里结束了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提前退出 当前的此过程 那么可以用 xsub 而不要用endsub endsub 是最后面的 好 再看 好 是不是 退出 那么退出了当前的过程 在for循环后面的语句 它都不会执行 包括 所有所有后面的语句 都不会执行 因为过程都退出来了 好 这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写for的话 只是把当前的for循环 给退出来了 那么 这是g的意思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end end结束一个过程后快 那么这里 有几种写法 第一个单独写ext 单独写end 然后呢 end function 退出函数过程 endif 退出if一句 那么看鞋面 是不是都已经写了个endif 然后endselect 退出一个 判断一句 一个条件判断一句 然后endsub 我们 我们 建的最多的endsub 比方说这个子过程 这个子过程也有 是吧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个end end end它是干什么 就是退出 当前的过程 或是一个块 那么 比方说现在 我们这是一个过程 那么我想提早结束 结束 退出这个过程 我就可以写在这里 当语句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结束了 看一下 一退出 对不对 就退出了 那么它后面这句 就没有再执行 没有再执行 所以它的功能 有点等同于哪一个呢 等同于我们的 extsub 你可以写一下 extsub 然后呢 把这句注释掉 好 直接到这里 又结束了 所以它们两个功能呢 在这个地方 过程里面是相同的 但是有的地方 可能不行 可能不行 比方说在这个窗体里面 那么在窗体里面 我这里写了一个 如果双击这个暗影 就退出当前的窗体 我们来看一下 写运行 这是个窗体 我一点退出 那么就退出了 它作用的语句就是 这个and 那么你写andsub可以吗 你射了就知道 这个射了就知道 是不是并没有退出 并没有退出 没有退出当前的窗体 所以不行 所以不行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and和 这个ssub就不一样了 你只有写and 它才能退出当前的窗体 再看一次 对吧 退出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ist和and 这两个退出一句 它们的运用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好 同学们再见 在这里